有点离奇 最后一天 大家都在扫街 人家大时钟不扫街 大中做了这件事 什么事呢 我们来看看 不扫街 开个直播 准备了好多好多的手版 在11点的时候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的人次 一直到下午 从11点到下午5点半 大概是2.5万次的观看 事实上我们想看下面的留言 我们知道 他是在FB上直播 都会有留言 但是留言好像被锁住了 很多人在说 留言是不是被锁住了 清一色都在赞美他 那下午呢 他说他打电话吹票 大中一个人 不早接打电话吹票 这看起来有点 稀了奇了鼓了怪了 怪怪的是怎样 他说选举过程中 收到最大的礼物 是感谢的泪水 有的人真的没有办法 打mRNA疫苗 这样怎么办呢 国家难道不应该 提供给他们吗 又说很多小朋友 自己做了12号的加油版 小朋友做的 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18岁公民权 能够再往下延伸 可能我就胜券在握了 意思是他年轻人的 致力度比较高吗 这好像跟过去的 不太一样吧 这两天最红的小朋友说 我姐姐想要程时中的市长奖 请帮帮忙 写得很好 用这样的心情跟我们分享 将来我希望能够颁奖给他 就是这个小朋友 很可爱 他举了一个牌子 应该是妈妈吧 在旁边 我先跟大家讲 每个人都表达自由 这个意志的权利 所以不要去谴责人家 好不好 但这个现象 我们倒是可以谈一下 然后他也拿出了 竞选小物口袋书 以及便利贴 然后讲了一个大家 握紧拳头的话叫做 这可以保存三十年没问题 你知道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想说你是怎样 自扁吗 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你都封存三十年 包括这个蔡英文 还自己告诉大家 可以保存三十年没问题 然后他又到这个 靖南教会祈祷会 在这边又讲了 那个我们的造句 你造句没有 维持爱与和平的基调 让台北平安进步 哇哩嘞 对不对 拜托 台北市民水准很高 你还什么爱与和平 那今天在PTT上 看了好多好多 跟陈时中有关的题 有一个好有趣 题目本身就叫做 头陈时中会很丢脸吗 好大家怎么说 根本就是愧对列祖列宗 不丢脸 只是脑残 不是丢脸 是智障 不会哦 时中很潮啊 各种social啊 谁会知道你投谁呢 等等之类的 当然了 他不扫街 开直播这件事情 大姐 这个台北市长 最后一天大家都在扫街 他不扫街 我就想到 因为前两天 不断地被比倒战嘛 本来是呛他 那后来他车队过去 呛不到了 大家就比倒战 比倒战 变成一个潮流 我们那个片子 你知道播了一天 大家都没看过影 我们昨天又重播了一次 每一支流量 都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你看到 那个比倒战的 因为说实话啦 你拿板子出来 你说你扫街时候 板子随时 带在身上带一天 看到陈时中 立刻拿出来 可能吗 对不对 板子应该是 事前 是不是我不知道 动员好的 做好的 但是因为 我如果遇到陈时中 我身上没有什么道具 我唯一的道具 就是我的手指头啊 这个很方便 所以你就会看到 路上所有的阿姨啊 大姐啊 大哥啊 阿伯啊 骑脚踏车的啊 立刻停下来 最方便的就是倒战 而且这样还不过瘾 还要再往下 再举几次啊 相对于陈时中的 都是有手板的 你知道吗 挺他的都是有手板的 你知道吗 我们这边也做了 很多手板的 这个手板要什么 画图要什么的 但一做都要 好几个小时 你知道吗 把它贴起来 都要好几个小时 而且还要输出 对 是不是 要输出要硬啊 要找珍珠板 要贴啊 等等之类的 所以你怎么看 它的布扫街 是不是怕到处被呛 扫不下去啊 当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就是你想想看 如果他去扫街 什么叫扫街 就台北12个行政区 你都要扫一遍 那很多人 一直千等万等 就是要等 呛陈时中的机会 你不是自己送上 他门口来了吗 而且现在好流行 超流行 对 我说 因为现在呛陈时中 已经变成一个全民运动了 就是你要呛陈时中之后 你回去就可以跟人家炫耀 说我今天在哪里 看到了陈时中 我呛了他 所以如果陈时中 这一次真的 照一般的候选人 用车队扫街 然后你想想看 媒体跟着去拍这些画面 你就让呛陈时中 不但变成了一个运动 而且还透过了媒体的宣传 形成了更大的外溢效应了 这对陈时中来讲 这个与其到外面扫街被呛 还不如就在家里头 做做直播就算了 而且这个直播的人数 其实看起来也是还蛮凄惨的 就是说如果这个到现在 只有2.5万次人观看 那么那显然陈时中的选情 并不会太乐观 那么我要利用这个机会 特别跟很多蜡粉好朋友 报告一件事情 就是在过去大概一个月之内的时间 我们已经接到各式各样的管道 然后跟我们这个国民党 这边来反映说一定要监票 所以这一点请大家放心 国民党已经做了这个准备了 我们不会让同样的错重复的发生 所以除了党中央在做的 这5万人的全国监票之外 事实上有几个关键选区 刚才郑元哥都提到了 像基隆 像桃园 因为执政党都是民进党的县市长 所以这些选区他们也做了准备了 所以像桃园 我自己的选区部分 我知道的是这个党部 有做多重的这个动员监票 包含里长跟这个议员的候选人 他们也有做同样的这个布局 那像基隆的部分 前两天我才联络过谢国良 他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所以事实上在这些地方 我们有做一重又一重的监票的防备 就是不希望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会有任何上下其手的机会 所以我在这里再一次 谢谢各位蜡粉的提醒 已经做好准备了 请大家放心 好 陈思忠后最后一天不扫接 还是不敢扫接 来 我们有一张这个 我们有一张图 导播给大家看一下 呛成时钟如影随形 这个动作变成今年选举的次文化 有没有看到 没有手板 我怎么会随时准备一张手板 戴在身上 对不对 所以我的手就是一个最好的道具 满满的 你会看到这边 其实这边很细 好多 当然跟他挥手的也有 你看到呛的 有没有 呛的 有没有 我看到你 立刻比出来 还有开计人车的 手也伸出来了 骑脚踏车的阿伯 我们那天都给大家看了 很多 这个 这个刨新闻很久 像这个朱凯翔 像杨敏就说 以前刨新闻很久 路上你只要拍到一个两个 回来可以发一条 这是一下拍 拍十几个 他只要这个一次出去 都可以拍十几个 在新闻播出之后呢 我相信如果他今天再去扫街的话 大概会几十个 那另外到了这个万华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万华不是破口 万华人心中有满满的怒火 滚出万华 这个行程确定 所以举着白布条 在这里等着他 没有错啦 陈时中真的 大概是台湾神居史上 仇恨值最高的 而且非常非常奇特 他的仇恨值是蔓延出去的 好来我们再回到刚刚那张 那今天晚上的这个选前之夜 这个地点也很特别 这个蒋湾是在谭尼松山场 黄珊珊在市府广场 陈时中本来申请了凯道 后来又不去凯道 跑到这个北平东路的 这个竞选总部前 那双北今天晚上 可能会有这个20万人 涌上街头 特别是这两个场子 距离很近 我也请大家 特别在新北 不管你要去哪个场子 还是啦 做好人身安全的准备 这个交通上 人身安全很重要 今天晚上一定要 大家平平安安 好那凯道 选前之前凯道竟然是 竟然没有人 不觉得很特别吗 这么好的一个场地 这么具有象征意义的场地 为什么呢 因为陈时中早早就把 这个路权申请到了 但选前四天告诉你 我不要用了 我要放弃了 为什么呢 说因为这旁边 有些被国民党取得路权 为了避免冲突 所以改到北平东路举行 你信这个理由吗 你要问我 我是不太信的 但就是因为如此 今天晚上凯道是空的 那甲冠安政 本来很想申请 但没有办法 那我就要问大家 为什么他要放弃 为什么他要放弃 凯道那个场子多好啊 对不对 他丢脸 对啊 他人数不够 真的 很明显就是 因为凯道这个场子 要撑满不容易 而且如果你定下了凯道 媒体一定会用放大镜去看 空拍 到底有多少人 空拍 所以你要让凯道 看起来人山人海 这个才有气势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 你还未选就先败了 所以我显然看到 你看到陈时中 他不敢去这个车队扫街 然后选前的造势的地点 也改在一个相对 比较容易造成这个动员 然后看起来人山人海的 这种情况的地点 看起来 那么显然他们对动员 并不是这么有信心 而且不要忘了 现在不是只有台北在动员 新北桃园也在动员 就如果今天只有台北 在办造势活动 民进党大可以用游览车 把人从新北跟桃园运来 过去也不是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但是现在是各个地方都在动员 所以你除非你在台北市 本身就能够动员到 人把凯道塞爆 否则你贸然在凯道办造势 最后就是丢人现眼而已 那个森逢委员提出一个 还蛮有趣的 他说陈时中放弃凯道的逻辑 跟人在衰的时候 什么都信一样 他想称赞这个蔡英文 在当年胜选的福气 去抢凯道权 完全就是在卡国民党 所以发现怎样 蔡英文当年赢那么多 有没有 这个地方运气比较好 这个时候人在衰的时候 真的什么都相信 亮哥你觉得呢 凯道这么好的场地不用 真的就动员不起来 凯道要有个样子 至少要五万人 至少 通常在这里办活动 我看过了都超过十万人 就是溢到各个巷弄 所有的小巷里面去 那陈时中借了北平东路前 就民进党党部前面 那个地方大概六千人 对啊 那个很小啊 很小啊 而且上次在凯道 就蔡英文讲 第一次讲康中宝台那个场 那个是台北跟新北合办 所以才弄出那个场 而且他有隔开 并不是那种开放式的 一路拉到警服门那边 所以我觉得 台湾最近有一些蛮蹊跷的啦 比如说最后一天 没有车队游行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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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一开始 就是完全战略估计错误嘛 她以为防疫 是会引起感恩的嘛 结果 现在变成是防疫 引起极大的民怨 对 完全到过了 仇恨 她本来想说 如果有感恩的效应 她可以变成领头羊啊 搞不好变成这个 全台湾的感恩连线 结果现在变成民怨连线 整个北台湾 我觉得多多少少 会受到这个氛围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个 坦白讲就是蔡英文的一个战略 判断的严重错误 就陈时中你为什么一定要提他呢 对 事实上疫情也还没结束 是啊 我们后来最近这三个月 平均一天都死四十个人以上 对对 全球是前三高嘛 对吧 所以你想 很多人就立刻会联想说 疫情都没结束 你怎么落跑跑来选举 而且全世界的防疫指挥官 就只有你再选 对 而且你又不是 说什么年轻有为啊 你是六十八岁该退休了 对啊 你看福奇几天前刚开记者会 宣布退休回家养老 你少算一岁六十九 六十九嘛 所以我就说 你怎么会让这样的成为决策嘛 就是你民进党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你大可以跟陈时长讲说 不要啦疫情还没结束 你还是把防疫指挥官做好 那选举由别人来担当 就没事了嘛 至少防疫这个议题就失去一个着力点 对 比如说你如果让林佳龙来选 林佳龙了不起就是被人家批 台中市长任内 还有交通部 这个交通部任内 那那个不是普遍大家的经验 所以那个民怨会烧不起来 不可能烧成今天这样 你不要提陈时中啊 我觉得这个叫业力引爆啊 你看我一开始就用这个词 真的是业力引爆啊 旺旺水神抗菌疫 它的成分呢是维酸性电解次律酸水 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宝器都没有问题哦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